汪小飞和大S还是离婚了 闹了小半年的汪小飞和大S还是离婚了 一直声明让曾经恩爱的夫妻从此分道扬镳 相比于已出轨离婚收场的婚姻 他们的分开少了些鸡飞狗跳 两人都默契地祝福对方安好 大S对媒体回应 很平静 我希望小飞永远过得比我好 汪小飞则将名字改成汪绍飞 刚结婚的时候 他问大S这两个名字哪个好听 大S说自己喜欢汪小飞 如今他正式改名 大概是预示着自己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回想起半年前 两人在网上的那场闹剧 出发点也是为了对方好 疫情爆发后 汪小飞心疼妻女 在台湾打不上疫苗 没控制好情绪 在微博发了脾气 有人说大S当时提离婚是一场危机公关 将汪小飞的言论转移到夫妻矛盾上 以免汪小飞被媒体骂 而汪小飞也配合地在微博上道歉 表示自己说错了话 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平安 本以为过个几天风波下去后 两人又能和好如初 可没想到台湾媒体屡次向大S求证时 他都强硬地表示这婚必须离 想起小S曾在节目中调侃大S和汪小飞 劝两人不要每一次吵架都提离婚 如今看来 这次两人真离婚 大概是因为十年婚姻里的无数次假离婚 感情甜蜜的时候 离婚就是吵架的休止符 只要一提到离婚 想象到未来对方不在自己身边的样子 就不由地心软了下来 立马和好如初 可当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 离婚便不再是休止符 而是催化剂 你记上头口不择言的一句话 在对方看来是深思熟虑后的告别 著名心理学家李美景教授曾说 婚姻不是儿戏 而是一份职责 的确成年人的生活里 负担不起没有轻重的玩笑 很多时候毁掉婚姻的 不是没钱 不是出轨 而是一吵架就说离婚 一吵架就说离婚的婚姻 最终都死掉了 汪小飞和大S刚结婚的时候 也是娱乐圈内最恩爱的几对夫妻之一 一个是北京爷们 一个是台湾偶像剧公主 两人从小生活的环境 接受的教育可谓是天差地别 但他们始终在努力向对方靠近 大S吃素六七年 亲妈的劝都从没听过 但婚后的她为了能顺利怀上孩子 听婆婆的话开始吃婚 汪小飞极度恋家 但她也愿意体贴大S想待在台湾的意愿 十年往返七百多次 尽管事业在内地 她从没有离台超过四天 参加综艺时 大S因为一句 不是老公包的虾不吃 被骂上热搜 汪小飞也实力互期 言语里处处透露着 她对大S的疼爱 生了两健康的宝贝 走了一趟鬼门关 还不能让老公包瞎了 有人说大S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汪小飞投资失败 赚不到钱 但两人结婚十年 为了填满汪小飞的窟窿 大S不惜卖了两套房 倘若她真如网友所说的那么精明 为什么不及时止损 反而要拖到现在呢 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是有关爱情的 但也正因为太爱了 导致双方常常不能好好说话 综艺里 大S给汪小飞做了寿司 汪小飞吃了几口 就表示自己吃不下了 本来正常的夫妻午饭的氛围 在大S低沉的一句话中 嘎然而止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吃 眼看老婆将要发火 汪小飞硬是把寿司 全都塞在了嘴里 镜头转向另外一顿饭 两人正各自低头吃饭 大S显然没有消气 她突然抛出一道送命题 你有没有很后悔娶我 言下之意是 你是不是想和我离婚 本来只是一场小小的不愉快 却突然被上升到了爱不爱我 想不想离婚 愣神的汪小飞也没有给大S一个满分的答案 而是姗姗地说 都挺好的 可以设想 接下来如果汪小飞想证明自己的爱 和一起过日子的决心 就一定得按照大S的想法去做每一件事情 上厕所的时候要报备 吃饭的时候不能玩手机 于是生怕踩到老婆雷点的汪小飞 肉眼可见地变得沉默了 说离婚往往是婚姻里最厉害的杀手锏 本该好好沟通解决问题的两个人 一个变得咄咄逼人 一个变得沉默寡言 表面上甜甜蜜蜜 其实暗流涌动 总爱提离婚的人 其实最害怕离婚 深思熟虑后决定离婚是一种勇气 总是说离婚又忍不住和好的人 他们内心其实是最没有底气 因为他们自己觉得 自己没有与对方相抗衡的力量 所以习惯性地用极端手段 来威胁对方 他们每说一次离婚 就是在无声地呐喊 多爱我一点吧 闹离婚的时候很爽 可被消耗掉的感情 却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姐姐和姐夫就是这样 每次姐夫应酬晚归 姐姐就一定会大闹一场 抱着五岁的儿子坐在沙发上 姐夫不回家认错 他就不睡觉 但凡姐夫稍微喝了有点多 姐姐就会立马将迷迷糊糊的儿子摇醒 气势汹汹地问儿子 爸爸妈妈要离婚了 你要跟谁 每到这时 姐夫就会低头认错 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拉住姐姐 承认自己以后一定早回家 可成年人的世界哪有这么容易 谁都想和家人好好地待在一起 但不是谁都能养得起家 后来有一次 他对着闹离婚的姐姐说 那就满足你的心愿 离婚吧 他说 与其来回拉扯 伤害孩子 不如痛快离婚 给孩子一个没有争吵的童年 姐姐这才发现 有的话一旦说出口 就再也说不回去了 后来 姐姐没有再提过离婚 而是和姐夫约法三章 姐姐会体谅姐夫工作辛苦 姐夫也应该理解姐姐的情绪 可以喝酒 但一定要每小时发一次消息 保证安全 可以晚归 但第二天要保证一家人能一起吃早饭 姐夫也欣然同意了 从那之后 两人也逐渐变得又亲密起来了 吵架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吵架的意义就在于夫妻双方说出自己的诉求 找到更合适的相处方式 毕竟离婚解决不了问题 沟通才能 有时候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反而比要求对方猜测来得更有效 毕竟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让对方做什么 对方又怎么会知道呢 习慕容曾经说过 结婚不是从此只有两个人面对面 结婚应该是两个人牵手共同面对这个世界 假如你真的想离婚 那就不要再来回犹豫之间浪费时间 尽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假如你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不满 那么与其成为提离婚的人 不如成为修补婚姻的人 比起随心所欲的玩乐 婚姻更像是一场出门坎坷 一吵架便说离婚 不仅是对婚姻的不尊重 还是对夫妻彼此的伤害 有些伤害看似不伤及性命 却像慢性毒药 一寸寸腐蚀你的内心 直至病入膏肓 只有当一个人内心强大到一定程度 他才能克服人性的弱点 始终成为婚姻里更自信的那一方 只有当一个人足够爱自己 他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坦诚地表达爱与不满 相信体面离婚的汪小飞和大S 一定能在这场有哭有笑的婚姻里 重新认识自己 继续寻找幸福 感谢您好 请请您的微妙